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我们来聊聊老同学何立峰 厦门大学出了这么个佼佼者 也很不简单 为什么离邀这个话题呢 因为昨天的纽约时报 中文版的头版头条刊登了 他驻北京分社社长 KB Blantzer B Blantzer亲自撰写了一篇何立峰的人物介绍 题目很醒目 中国副总理何立峰 冒号 主管经济的习近平忠诚的追随者 有意思 那么这位作者曾经担任了上海分社的社长 纽约时报的香港分社的社长 底特利分社的社长 以前驻华盛顿专门报道国际贸易的新闻 2013年他和他的团队 拿对苹果的报道 拿到了普利策奖 那么98年 他也凭借对运动型多用途汽车 SUV存在危险的报道 入围普利策奖 有意思 在此之间纽约时报 除了习近平本人和身边极少几个人 纽约时报很少花会如此长的篇幅介绍何立峰 何立峰的定位很准确 主管经济的习近平忠诚的追随者 这个报道花了相当长的篇幅详细介绍了何立峰的官场上的成长过程 从1984年步入了政坛 在接下来20年何立峰在厦门的附近城市 担任的政府职位就越来越高 直到成为地方上的党内的高级干部和最高领导人 那么现年68岁的何立峰进入政治局 并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那就是二十大了次 负责从产业政策到贸易谈判等各个方面的工作 过去五年里他曾经担任过为中国经济资金总体规划的重要事 发改为主任 当然还挂了一个副国级 全国政协副主席 那么现在他要切保这些规划得到执行 那么习近平的命令能够得到遵守方面 何立峰要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何立峰 明文时报的报道指出 经济学家现在想知道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 世界上看到的何立峰将会是个什么样的护装力 他会从他的职业生涯中早期的厦门 看到了创造活力得到启花吗 还是会按照他近年来不苟言孝的 中共官员的样子形式 避免跟外国高管接触 坚持跟国有企业密切的合作 这里引用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克分校的政治学家 史中汉的话说 何立峰近两年的经历表情 他支持政府主导经济 因为这种做法能解决短期问题 比如说通过了建设高速公路和盖某天大楼 来刺激经济快速发展 当然也会带来长期的困难 比如说需要不断借钱 为占尽建设项目提供资金 史中汉说 何立峰有按照上级的意愿 马上把事情办成了记录 但可能会牺牲一些中期的问题 那么这篇报道据称 由四名认识何立峰的人 在密名的情况之下表示 在厦门经济特区的工作经历对他有影响 也让他能够意识到自由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力量 但是他们异口同声的说 预计何立峰会严格按照习近平的每个决定去做 习近平的下达的国家主义的政策 在许多情况下意志的企业的发展 何立峰毫不犹豫的选择跟习近平坚定的站在一起 当然大家也知道何立峰 是习近平关系最密切的亲信之一 中国政治舞台上多年来 几乎没有人比何立峰跟习近平的关系更近 这是这篇报道的一个结论 2009年何立峰离开了厦门 追随担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来到中国的北方 他说的是在天津 在天津市政府担任高级官员 其实就应该是滨海新区的党委书记 天津市还应该挂了一个市委书记 副书记 五年之后来到了北京 成为负责经济规划的主要官员 发改委主任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 何立峰的经济政策上的变化跟他的老上师 指的是习近平对市场的信任度下降 是同时发生 何立峰在去年八月的政府办的经济日报 不是政府办的发改委 国家纪委底下的报纸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民领导 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 他认为实践证明办好中国的事 关键在党 没有说市场 以似乎人们的观察 何立峰的政策制定上偏离的市场经济 究竟会走多远 从他被调到北京发改委工作之前 在天津 但在滨海新区的党委书记的时候 其实已经可见一般 何立峰是曾经负责滨海新区 当时夸口要建成一个由摩天大楼组成的巨大新城 打造成为一个新的迈哈顿 但说实话 并没有吸引多少企业到那里安家落户 如今的天津 我们看到这一排排无人居住的公寓楼 一座103层高的摩天大楼 只有底部的40层投入了商用 在最近的工作日 就算是里面的四家曼当劳特许经营店 也几乎是空无一人 另外一个空城 那么这个哥们很注意 最近一个工作的午餐时间 他提到一个人 上班族29岁的大卫行 在一个几乎空无一人的购物中心的餐饮区 他的朋友们搬到天津 住了几年就得出结论 其他地方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大卫行说 这个地方留不住人 中俄各地的城市 都在艰难的应对沉重的地方在问题 天津的麻烦欠债 比其他城市还要大 这个地方长期一直是 众贵院中心有广泛的税收基础 但由于附属于这个城市的 借贷机构的负债如此之高 以至于他支户的利率 现在处于全国最高之列 天津近五份之三的债务 今年到期 投资者对这个城市提供了 期限更长的贷款 一直持谨慎的态度 好了 何立峰本人在厦门的工作经验 是不是体现在他的天津滨海新军经验 看来有两个落差 这篇报道说 在厦门政府任职最后几年 他曾经下令把厦门的历史老城周边的社区和村庄 以为平地为现代化建设腾地 吴慕兰 现在的国立大学的政治学的副教授 教授吴慕兰说 他曾经在厦门当过地方的报纸 吴慕兰说 何立峰接触了 他在厦门职业生涯的时候 离开厦门 得到了一个绰号 叫何大差 大差大件的大差 他这个下手是很果断无情 好了 首先第一 有关何立峰和习近平关系密切的江湖传闻 一直不觉以耳 他的正分人之一 两个人在厦门谈得来的伙伴 习近平离开厦门的时候 五一一一位送行者 后来在福建省政府共过士 但何立峰调离福建 前往天津任职 习近平刚刚进入北京 当了副主席不久 但是何立峰和现任的财政部长刘坤 被提拔和启用 后来的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应该扮演的角色会更突出 张高丽是厦门大学经济系的学长 他跟何立峰和刘坤一样 出自于厦门大学经济学 但何立峰在之后 到北京成为发改委主任 全部政协副主席 并成为习近平最为信赖的福建籍的官员 那是跟习近平的信任和重用 有直接和密集的关系 这是第一 第二 何立峰曾经担任厦门市委书记 周尔军的秘书 周尔军是厦门经济特区 初创期一个很重要的官员 周尔军曾经在附近的永定工作过 他是南架工作团 派到门西公主 跟何立峰的父亲可能同过世 何立峰之后出任他的秘书 之后出任厦门 财政局的副局长 局长等职务 跟那个时候的厦门市副市长 习近平共事过 这应该是他们两个人 渊源开始的一个起点 习近平第一次遭遇 民主选举的洗礼就在厦门 因为副市长落选 之后呢 听说做了很多工作 调离到福建的林德当书记 是不是只有何立峰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去送行 可能是另外一个新的江湖的传言 第三 何立峰在福建的仕途 我们要平心而论 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努力 当时的福建习近平不是福建的主官 副省长省长 当时福建省的第一把手是贾庆林 接着是宋德福 再接着是应该是卢展公 贾庆林是深受允华案困扰之后 直接掉落北京 卢展公宋德福 在福建跟习近平的关系 其实都搞得很僵 蔡奇黄坤明之所以跟习近平走得比较近 是因为当时他们两个人已经先于习近平 被当成浙江跟福建两地干部交流 调到了浙江 只是习近平出任了浙江省委书记之后 他们两个人才被纳入滋江新军的编制 第四 吴木鸾对何立峰在福建认职期间 尤其是全州市委书记 厦门市委书记认职期间 给出了何大差的绰号 这都反映出何立峰当时在福建任职的 施政的风格 大差大建的风格 也因此带到了天津滨海新区 在福建 我们继续的平行而论 能力学士水平 比何立峰蔡奇黄坤明高的官员不少 随便可举出一六 但这仕途讲的是人脉 态系 山头和运气 何立峰能步入今天人生的政治巅峰 并成为习近平作为信任为数不多 核心团队的几个人之一 也具有天时地利 人和缺一不可的条件 当然忠诚度 似乎是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我们在中国的官场 现在任能为贤 己贤不必亲 是我们解释人事问题的两面 但目前的整个人事结构情况来看 唯一可以更合理解释的是 任能为亲 以绝对忠诚度发现 已经成为政坛的民规则 你愿不愿意接受 也得面对 这是今天中国政治 尤其是高层政治的现实 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其实也包括百年老党 中共的组织路线和用人制度 而如此这般 六十八岁的何立峰所承担的 不再是厦门的下河路 五元湾 BRT 不再是全州古城的大差待见 不再是天津滨海新区的户债累累 而是一个十四亿人大国的经济政策 果然是任重而导演 我们知道福建出了解放以后 1949年后 福建先后出了两个中常委 一个陈伯达 一个张高丽 张高丽 是何立峰和刘坤的资深学长 也是政治上的贵人 现在厦门大学的老校区 夫隆厄的那间 何立峰刘坤住上下库的宿舍 如今已经出现了新生路学 游客瞻仰的圣地 好了 何立峰先生 何立峰同学 珍重 我们且看新时代 习近平的经济思想 是如何在何立峰任内 发扬光大的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